我们看一下信息选择 还有主界面 我们看一下主界面 这边是墨盒 这边墨盒总共是四个盆头 四个墨盒 实用情况 就是一二三四 当然我还没开机到墨盒 没有插入 等墨盒插入的时候 我们这边就会显示 它真正的实用墨量 这边有它的速度 就是每秒多米 然后这它有打印 打印数 就是说这条信息打印了几次 然后这边是总能打印 就是说这个机器总共打印了多少次 这个是显示的 这边是我们信息名称 就是我现在打印的 我现在打印的是0003这个信息 打印是0003这条信息 我们这有这些做好的 一二三四五 有五条信息 我们选择信息 我就选 就是说我们选中 我们要打的信息 这信息当然都是我们做好之后 这个墨盒 是我们做好之后 把它导进去的 这是怎么导进去 到时候我们再做个范例 一会做范例 然后我们点 OK 选择这个信息 选择OK 然后呢 这有几个是需要我们编辑的 我们要不要进行编辑 进行 要不要进行编辑 如果要是编辑的话 我们就按这个编辑 就可以对我们就原来的这个一 杠一进行编辑 你看 这个就可以进行编辑 这次我们就说可以 可以动的 不是固定固定的 编辑完之后点OK就行了 然后我们如果要不编辑 我直接点点OK 不变 还是用原来的不变 然后我点OK 这个信息就调应可以了 就这个信息 然后简单一下看行不行 可以的话我们点OK 好 这个信息已经选举成功 选举成功 然后这次这个界面 这边有调整 这边有调整 里边有延时 有打印延时 我们一般的话就是说 延时调整的话 一般的话就是调整那个延时嘛 延时就打印的距离 我们在这里面调整可以调一调整 嗯